1.1 1.5 1.3 1.3 2.2 1.1 2.1 1.1 1.1 1 Hi 戰情師是什麼東西 旗子的洞店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客廳吃飯 對 裡面也有 你如果釣得釣 我如果釣得釣 你這個蟻蟻都散了 你如果釣得釣 好 它這一下就中了 有了 我跟你講 龍膽 你抓賽了 這裡有一種 真的世外桃源的感覺 所以你說這裡面有 我們當初的那種原生種林 有 太活的 牠是被什麼咬的 欸 爹 爹喔 那是牠吃的啦 一定是牠咬的啦 還有嗎 前面 前面有 先抓抓看 大東西耶 這裡是嘉義的藝竹鄉 在地理位置上 牠並不靠海 但是牠卻有一半的面積 是海水 而且在西南方 有一片的漁蚊 從事著海水養殖業 但有一個大哥 非常的厲害 聽說 牠的養殖技術 非常非常的驚人 到底是誰呢 我們來去找找牠一下 大哥 欸 小豆 長大哥啊就是你啊 我都來了 你還在一直看手機 有啊 我在看魚啊 有在吃了嗎 有什麼 我都沒有在吃啊 等一下我就準備把牠關起來啊 真的喔 對啊 天氣熱啊 魚啊不吃啊 欸 我們兩個用的監視器 是同一個APP耶 哈哈哈哈 真的 但是因為你在看魚 我在看小孩耶 你在看小孩 哈哈哈哈 曾獲選全國百大青農的 陳鴻碩大哥 其實算是一代漁農 2010年才返鄉投入水產養殖 一路上不斷摸索與學習 直到2017年以智慧的方式 將傳統漁溫變成科技漁溫 生活從此有了大改變 大哥 嗨 這是什麼戰情室是什麼東西 我們市場跟戰爭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含天 含天 像客廳吃飯 客廳吃飯嘛 對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戰情室 我們自己這邊熱的時候 陣熱很熱 熱很熱 熱很熱 對 所以水質跟水質的變化 跟氧氧的變化 隨時都會產生很大的一個變化 因為我們每一年只要聽到 寒流來 你如果沒過後就起來了 就是起來了 所以有戰情室 對 我們要來規劃戰情室 對 裡面有很多數據 可以讓我們參考 這是戰情室喔 是 這不是做什麼 對 我們剛剛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先看到的 就是所謂的一個 水質監測的即時的顯示看法 所以只要靠手機MVP 其實很方便啊 對 老一輩喔 其實都是說 他們是已經量 用看水質就在看 那去以他們的經驗去判斷說 好 現在水質又沒有問題 那溶氧裡面要看 他就沒辦法看 他可能要去用拆了 那這裡面呢 等一下會顯示到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食指裡面 它目前的一個水質的一個狀況 從手機也可以光看 從我們這裡現在喔 現在我們看到水質監測這邊 就水流流出來了 對 對 從農氧 尤其是到蚵仔機 到水溫 通通都有 對 喔 那這邊呢 那這邊就不一樣了 哇 這麼多隻監測 你16隻耶 對 真的比我們光看 我們全部漁溫長情耶 齁 其實待會讓你手椅子上頭嘛 讓它看你的漁仔吃了 要不要碰一下 我先進去看得到 如果說我在當圖 把它點放大的時候 就看到魚有沒有在那裡吃的 對 現在黑色的飯 不能看到黑色的 就是在吃鵝的狀態 在吃鵝 對 好像這邊 如果頭 這也在頭 但是 換魚沒來吃 沒有 就有殘額 就殘了下去 對 它水溫就破壞掉 水溫就破壞掉 對 對 那為了我們有這個紅白鞋 我們縣政府跟富翁 他們去做一個合作 把整個所有目前 所謂的指定設備 通通串連起來 先生一整段的一個 一整段的一個 智慧養殖的一系列的東西 你可以試試看嗎 我們怎麼試 來 比如說叫這個人 不要在這邊 那個直接用盤 對 你不要在那邊 來 我先試一下 給我看 來 水車關掉了 對 剛剛就是用手機 把那一台水車關掉 那我可以從水溫監測裡面 去判斷 所謂溶氧 現在目前白天已經足夠 那我是該關一台 關兩台 對 這樣就可以達到省電的目標 省電 完整的智慧養殖系統 藉由大數據 人工智慧 以及物聯網的技術 管理者只要透過 暫情室或手機 就可以簡化管理程序 進行精準養殖 究竟電腦養魚養蝦 有多方便呢 來去看看 所以他們現在在幹嘛 他們等一下喔 就是要把我們這個水溫監測物 拉上岸 然後去做所謂的探頭的清潔 有時候會有藻類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有機物質 會附著在這個探頭上面 那我們可能一段時間 就要去做一個 校正保養的一些動作 這樣就能夠確保 它整個在水溫裡面的數據 更準確 那我們就說科技 它是來自一個很好的一個輔導 很輔助的一個效果 對 那可以讓我們在整個養殖過程中 的確是省了不少力 以及去成功 對 OK OK 藉由物聯網感測技術 除了記入水質和在地氣象 還可以透過遠端監控 來輔助養殖 不斷省功 節能 還可以提升育成率 而大哥說要養出健康的蝦子 除了運用科技 生態養殖更是關鍵 因為完全不用藥 它還需要很多小幫手 所以我才在想說 你這麼小的魚苗 你放下去不就變成魚鵝嗎 對 對不對 對 像這種是金鵝魚苗 那它本身就是在其他之子裡面 都要當工作魚 工作魚 它在生態型號裡面 它是屬於略死性的 以後我們白蝦 可能會有出現疾病死亡的現象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去把那些死蝦死掉 這樣就不會去污染到水質 對 那也可以有效抑制 我們白蝦疾病的擴散 那金鵝之後長大了 你也是變成你的魚鵝之一嗎 對 也是變成我的魚鵝之一 你看 它就是一個在泳城的不同 其他人是用 私木魚養跟白蝦 還有文革嘛 對不對 對 那你這邊是用金鵝 用金鵝去當劣食性的魚種 對 哦 懂了 那在其他史裡 我可能也有私木魚白蝦的 但是我也會放金鵝魚 跟一些富貴魚 進去做工作魚 OK 對 懂了 現在可以嗎 欸 這個可以了 有沒有 看我這個Lulia的身手就知道 我家搞不好以前也有魚鵝 然後下一秒我可能就釣到水裡 這邊 哦 都下去了 對 這裡面五百塊喔 對 這樣五百塊 你看這就已經好 對 那當然是現在在整個試驗裡面的水溫 對 那你現在看它們已經開始在想吃了 在吃東西了 就代表說它們的試果性是很好的 對 很好的 OK 這樣它們存活率裡面就會比較好 哦 好酷喔 除了金鵝 大哥的魚溫裡 還會搭配其他不同的工作魚 以低密度友善生態養殖 而這些掠食性的工作魚 會將混養其中的白蝦當成點心 只留下健康的白蝦 換句話說 這些吃白蝦長大的工作魚 口感也一定很棒吧 那我們居然來到魚池 是不是可以 釣點魚 訓練一下 反正就是訓練池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找什麼 我們裡面 我們等一下要找的這隻魚 有富貴魚 那也有金鮮魚 金鮮 對 那也有黃金鮮 那也有白蝦 對 裡面也有 等一下你如果要找 看你找就找嗎 你如果找就找 我如果找就找 這隻的魚都送你 真的假的 嗯 來 我們隨便傳味 是啊 大哥你在這邊我不會跟你打到 我這已經被訓練到很厲害了 呵呵呵呵 蛤 像對面啊 好 先這樣子 慢慢把它拖回來好了 看有沒有魚來吃 我們現在在流區裡面 所以應該會有魚吧 那有 有 通常黃金鮮都會有 去有農養的地方 對 對 因為在那個流區 兩個水車隊打 對對對 在流區裡面 對 好 有 欸 龍膽耶 有機會的話當然也是要來一個龍膽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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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它這樣送一下下去 黃金鮮的嘴巴大不大啊 黃金鮮的嘴巴其實它不大 嗯 對 那所以它在吃蝦子的時候 嗯 我曾經遇過啦 對 大概它一斤 一斤左右大小的黃金鮮 那時候蝦子大概是三十 三十五斤左右 對 那太大隻了 對 結果去嫁時 蛤真的嗎 對 那頭剛才嫁在那裡 我都會笑話 差一點差一點 差一點 沒中沒中 它也只是 欸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蝦耳太大了 欸大哥你幫我把它切小一點 切到你覺得差不多的大小 我跟你講 蝦子 魚蝦是它的 要問它 比較準確 有沒有都一直都扣了對不對 對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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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個釣竿喔 有一點 有一點 很好甩 切我踢得很重 嘿嘿嘿嘿 又在吃了 又在吃了 黃金鮮也是著名的 貪吃魚啊 貪吃魚 有就來吃就對了 對 它很好釣 基本上大概只要有 有食物就馬上就會了 沒中 怎麼會這樣啊 吃了啦 被吃了 有沒有 有吃了 大魚 欸不對啊 而且一溝還不見耶 我跟你講 這個釣竹 基本上釣不上海魚 限太細了 限太細 對不對 如果魚夠大隻的話 你限太細 很容易就被它拉斷 哈哈哈哈 東域散其事 必先利其器 第二竿 他這一下就中了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喔 你看 馬上來吃了 對啊 來吃了 來吃了 從釣竹的方式來釣竹 出現耶 鉤子斷了啦 你們這什麼釣竹啦 公益散其事必先利其器耶 哥 有預備的鉤子嗎 有 有沒有看到剛剛直接出現 有沒有 有聽到聲音嗎 沒有 要不然 但是由此可證明 我釣魚技術進步了 哈哈哈哈 再一竿再一竿 我把地圖鎖緊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它一直出現 有 趕快 趕快 它這一下就中了 有了 龍膽啦 但有一種原生物種 它可以在 眾多的外來種當中求生存 而且它的生命力也很強 俗稱它叫保密 喔 大東西耶 台灣第一點 龍膽啦 我跟你講 龍膽 你抓賽了 真的啦 龍膽 結果是紅車車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喔 翻啦 我的線咧 斷了 整組掉了啦 我跟你講 你們這個到底是什麼線組啦 浮標在那裡 線咧 你看 它是被扯斷的 它是被扯斷的 被扯斷的 這好吃蝦 好啊 我們來收蝦 收蝦 對 蝦子才是我們的主力產品 真的耶 以前在釣蝦都會要求老闆 放蝦囉 這樣有沒有 老闆 收蝦囉 收蝦 好 收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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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個 這條喔 這條 對 你這怎麼抽 喔 你這扣一圈 對 如果在南部那邊 牠們可能是蛇龍 蛇龍 對 那這種在我們雲家人 叫做蝦龍 蝦龍 對 好多蝦喔 白蝦耶 對 這個都是白蝦 而且它是 無毒白蝦是嗎 是 喔 堅持無毒這件事情 也蠻難的 蠻難得的 蠻難得的 對啊 因為很辛苦 其實要做友善環境 跟無毒這一塊 其實很困難 對 你要去承受 承受魚蝦生病死亡 不祐不祐的時候 這個更新 你看漁員們 跟養殖業者 是不是也是辛苦的 因為大家可能都是有看到 我們豐收的時候 大家卻沒有看到 我們在辛苦的時候 白蝦耶 新鮮白蝦 新鮮白蝦 對 好 走 來 走 除了結合科技 與多元生態 低密度養殖 陳大哥也善用益生菌 來維持水質 以及魚蝦的健康 更利用媽媽的名字 寶蝦 替魚場命名 用心將白蝦當成 寶貝般呵護照顧 優異的好品質 也獲選110年度 全國產銷履歷達人 反規 到餐桌 又是一個無炭料理 對 好 直接 汆燙就好 汆燙就好 汆燙就很好吃 汆燙的東西 汆燙的時間 我們待會來吃你的黃金蒼 黃金蒼 好嗎 好 不剩這個時間 是 來來來 這魚怎麼煎 煎得這麼漂亮 產銷履歷達人 寶蝦 真的喔 對 唉唷 我們兩個下 吃魚的概念是一樣的 從白肉開始 對 這個人家說 是灑瓜肉 對 這個地方也是可以吃魚 什麼味道的地方 很好吃喔 我的天啊 這個大概幾多大的大小 就會撈起來了 像這一尾大概是400克左右 就撈起來了喔 就可以撈了 因為現在我們人口喔 大部分都是小家庭 那小家庭的話喔 大概三四百克 像現在這樣子有沒有 一餐剛剛好 就可以直接吃了 喔 那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從這麼小的魚苗 養到這個400克左右 要多久是養的 大概在六個月左右 就可以拉成 很快的耶 對 那如果說像以我們生態混養的話 搞不好蝦子 裡面的蝦子更豐富的話 可能大概三四個月就可以了 又可以再拉快一點 對 又可以再拉快一點 你知道當初是我們去導入 智慧養殖這塊的時候 對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你說 來 以前我們養殖屋子的人 整天都要在魚苑裡面 你從魚餅放下去之後 到收益 就是整天都在魚苑 那麼你就會沒有時間 去給你家的小孩 八六禮拜可能 小朋友讀書休息 還是要在家 因為父母不能帶出去玩 對 這是現在我們有智慧 智慧設備這些東西的 可以遠端操控水車 關閉水車 知道狀況 像我八六禮拜 我們家裡找這個 甚至嫁媚也沒關係 我們嫁甘水冬 水冬 就是因為愛而產生的這些事情 對 產生的這些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 科技的畜牧業 對 其實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對 好啊 來吃蝦 蝦好了 我們在養殖的 在我們這幾年 我們憲福 好香喔 和富翁王 就是有幫我們做一個自育聯盟 自育聯盟 它就是用智慧養殖這一塊 然後去做友善環境養殖這一塊 然後去做一個輔導 對 跟協助 像我們做自育聯盟這塊的人 除了做產銷履歷以外 對 還有做所謂嘉義優先的認證 就是因為要讓我們的消費者 可以吃得更加安心 更加健康 對 那憲福跟富翁王 也各自都有成立所謂的 嘉義優先電商平台 或者是農富力電商平台 對 在上面都要買給我們自育聯盟 友善環境 自育聯盟 孤獨的 安全的 健康的水產品 那你四五個月的收成 大概就可以收很多了 我們是採每日兼補 魚 也都可以 你說什麼 採什麼 採每日兼補 就是每天收一些 喔 每日兼補 對 每日兼補 對 就剛剛這樣子 加網這樣子做每日兼補 就每天收一點 對 每天收一點 不會一網打鏡 對 不用一網打鏡 所以可以確保 每天都有新鮮的蝦子 蝦可以吃 對 那你消費者跟我們訂購 就每天直接就有新鮮的 包裝好的 真空冷凍的 喔 就送到客戶的手上 其實這個 就不一網打鏡的這個概念 從我們在 連餘溫裡面就開始實施了 更不用說 因為海洋資源其實越來越少 對 那所以也就是在告訴大家 就知虛所需 對 我們不要一次把它採完 就包括你的餘溫也是一樣 知虛所需 我不要一次把它採完 然後每天都有蝦可以吃 都有新鮮的蝦去可以吃 對 這個一樣 加起來就很好 好好吃 傳統餘溫有了現代科技的加持 養殖業者 再也不需要全年無休 24小時守著餘溫 運用智慧監控 隨時監測 無論在哪裡滑滑手機 就能立即處理 花最少成本 達到養殖收益最大化 還能享受 陪伴家人的幸福滋味 在台灣有非常多的外來種 但是台灣也有很多的原生物種 但有一種原生物種 我自己是沒看過 但我有耳聞 它可以在眾多的外來種當中 夾縫中求生存 而且它的生命力也很強 俗稱它叫保命移 它不只可以保它自己的命 它也可以連載的 影響到它周邊的生物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看都沒看過 來去看看 走 嗨 東華 嗨 你好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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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東西可以這麼強 而且你們是怎麼發現 就是在我們這邊大溪 它是中上游的溪流 對 中上游 比較特殊的雲種 海外的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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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特殊的 它是長相很特殊 長相 還是顏色很特殊 價格 價格很特殊 蠻昂貴的這樣 比盧曼貴嗎 嗯 差不多 喔 差不多 跟盧曼差不多的話 但我沒有看過耶 等一下我們帶你去看 我們前幾天有放現金 有放現金 有沒有收貨 哇 我跟你講 我中文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要帶我去收現金 你要有很大的心理準備 會沒有東西 來 去看看 好 台灣各地 越來越多的外來種 威脅著本土物種的生存空間 而這個長相奇特 身價不菲的保密魚 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小心喔 唉唷 這裡有一種真的世外桃園的感覺耶 不講沒有人會知道 而且它這麼簡單就可以到達 好酷喔 所以你說在這裡面有 我們剛剛說的那種原生種的 有 抓到機率應該會滿大的 是很多嗎 是你們都有在做保育 還是你們做營養 我們在這邊有抓過 但是就是要運氣 量沒那麼多了 還有可能要下雨天 它比較會出來 大水過後 對 它是比較夜行性的 夜行性的 對 魚類 比漆的 夜行性底漆 它的植物來源是什麼 它的植物來源很多 加小魚 對 但是算兇狠的 你這麼一講好想看到喔 走走走 來 去收 你們線型放在哪裡 在這邊 對 然後看到 往上面 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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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在車水馬龍的大馬路旁 居然有一條這麼美的小溪 而且還住著神秘的原生魚種 達人說這保命魚生性兇猛 而且夜行性 白天很難看見牠們的身影 想要目睹保命魚的 如山真面目 只能祈求老天爺幫忙囉 我們先看一下有沒有東西 在哪邊 在 石縫那邊 蛤 石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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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我就過去了 太深了吧 有達人 喔 我把它拉過來 有東西嗎 嗯 失業很多 哈哈哈哈 我就說吧 我就說你們有心理準備 跟著我出來 應該很有可能是沒東西的 Videos就打歸了 沒有 喔 沒關係 這一般來說要放多久 一般來說你們會放多久才會有收穫 通常 兩三天 兩三天 運氣好搞不好隔天裡面就有關係 喔 對 因為野生的不一定 對啊 對啊 我們還有幾個陷阱 好 好了 這第一網打歸算我的 中話說 後面還有好幾個陷阱 要看保密魚有的是機會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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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活的耶 他還活的 他還活的 但是 他是被什麼咬了啊 有可能是乳曼 被乳曼咬的對不對 怪來種的餓龜也有可能 也被餓龜咬 他才剛被咬到耶 你看他還活的 他剛被咬到而已耶 他只咬他這一口而已耶 就不要 他還是活的 還是這裡會有漁虎啊 是漁虎嗎 這邊 應該不是漁虎 但是活的 他這怎麼辦 繼續放回去 有外來種 外來種 反正他就變食物了 對啊 你看 大家不要再放你 亂放生 當初很喜歡 你再放一放 就變這樣 好了 你去當食物 你去當食物吧 對啊 獵人耶 不要看我這頭髮可可愛的 可愛殺手 他們去侵犯到他的地方 你就怕 他們攻擊力很強 他們真的愛吃 他們就這樣 比較攻擊 所以我在說是不是跟魚虎一樣啊 我覺得就跟魚虎一樣啊 真的跟魚虎一樣 但我只是想說 他會咬他 但他會不會咬我 對 所以我就說這邊好恐怖 對 對 但我有穿著厚底的沒關係 你眼睛好利喔 那我就在山頂的小孩啊 意外發現奄奄一息 被狠咬一大口的琵琶鼠 而且數量還不只一隻 可見這條溪裡 一定有某種極為兇狠的怪物 而我們為了收其他陷阱網 只能繼續射水前進 不免擔心這暗藏水中的惡霸 會不會也刺激攻擊 大家還是得要小心一點喔 說是不是 看到了 看到了 我有放一顆 其實你們放的網子 都滿大的耶 對啊 這個 這個叫圓龍 圓龍喔 對 比較好塞那個 洞穴溪對 有東西耶 拉起來看一下 不是耶 我光拉到它就在動啊 應該是裡面有關係耶 我確定有東西啊 我光拉到它就在動耶 拉起來看一下 跟我看前面的運氣好不好 爹 爹喔 還有嗎 前面 前面還有沒有可以抓到看 大東西耶 大東西耶 台灣第一點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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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 淡水河圍 欸 三角褲 哦 所謂你說的三角褲 它 有辦法抓出來嗎 可以我們 小心 可以 不是 它叫... 你說它叫... 欸它... 它有點像... 鯉魚的感覺耶 它前面的鬚的感覺有點像鯉魚耶 可是它前面有那個觸鬚在嘴巴邊 它為什麼叫... 你說它叫什麼 它的全... 淡水河圍 淡水河圍 它也有人叫它三角公 為什麼叫三角公 它這個三角翅 噢 對 它刺到很尖銳 刺到就馬上回復 所以抓要特別小心 噢...它這三個角這裡 但它不會利用它的尺子 主動去攻擊你 不會 但是它緊張它會... 撐開來 撐開來 你就很容易刺到 小心了 我要走 我這樣抓 手... 手這樣抓 對 噢...真的耶 你看 它三個角 有看到... 你可以看得到嗎 它這個...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有看到嗎 有看到 它是三個角耶 而且它的... 它的角是直接可以把我這樣... 勾住的感覺耶 這樣 我...我沒看過這種東西耶 而且它... 我沒看過耶 受到驚嚇 它體色會變成有點黃金色 也有人說它是水中黃金 水中黃金 對 那為什麼說它是救命魚 因為...就是有人... 手術之後 對 就會... 吃這種... 像鯉魚 野生的粉體 花鯉還有這種三角褲 三角褲對 來...吃補身體 補身體用的啦 對啦 它真的在變色耶 它真的在變色耶 我們剛剛抓到的時候 是... 深咖啡 深綠的原色 它現在變... 有點淺的原色耶 而且它... 快變... 碧綠碧綠的耶 好酷喔 我們北部的三角褲 這邊比較... 可以拉到四十公分 蛤? 對 但這個這樣算很小喔 四十公分來說的話 這樣幾公分 這個差不多... 二十而已 二十五公分 所以咧 這個是可以的嗎 這個是算... 中... 中大 中大 但像你們這樣抓到 你會放掉還是會收起來 這樣就可以使用 這樣就可以了 哇賽 那中南部那邊 差不多二十到二十五公分 好喔... 好喔... 你現在... 現在我們有一個籠子 這裡面只有一隻 對 你剛剛只有抓到一隻 放到一隻 好 我們再往上看看 看還有什麼吧 OK... 這怎樣 放這邊嗎 要背走 三角屋是底漆性魚類 平常漆襲於石縫中 咒服夜出 他們身性兇猛 以小魚、小蝦為主食 背鞋和胸鞋 共有三根硬刺 是防身的武器 也是三角菇名稱的由來 小溪流 因為人煙罕至 蘊藏著豐富多樣的生態 但別忘了 那不知名的惡霸也在其中 OK... 這裡還有什麼 等一下喔 小心喔 你先給我一下 我會把它推過去 我會把它推過去 應該是它吃的啦 一定是它咬的啦 還有耶 它咬的啊 你看下面都是那個啊 你不怕被憋咬到喔 把它抓出來好了 抓出來... 我來抓 好...可以嗎 可以啊 好...你想試試嗎 我不要... 我不要... 那憋被咬到 現在看這個天氣 我自己是不會打雷了 有一隻三角菇 真的啊 還有西蝦 這隻有外來種 外來種可以收啦 但如果小隻的 那個太小了啦 我看看 這太小了... 欸 怎麼收的啊 往哪邊 它這樣它不會跑掉喔 這什麼鱉 這是西鱉 西鱉 很漂亮的鱉 中華鱉 所以這個對你不在講 這是本土種的 對 你都不怕被它咬到喔 它長刮啦 天啊 這個... 應該有四... 四斤 五斤 這算... 來 哪咧 這誰敢... 誰敢抓啊 這讓它咬到 你看它不放就是不放耶 你看 它不放就是不放耶 你看 它不放就是不放耶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它有三角菇 對它咬到都不行了啦 來...這怎麼...怎麼放 這... 你自己放... 不要丟 不要咬到我喔 不... 它有三角菇嗎 它有三角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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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在這邊 西蝦 三角菇兩隻 太小了吧 這三角菇 我這個應該有15公分 你們是多少以上才有 15公分以上 對 他們這個在往後 這可以嗎 這可以... 這也可以喔 這裡 還有嗎 還有 還有 還有一隻 這樣 你想不要不要吃到 這也可以嗎 這也可以 這可以 這小啦 這都15公分以上 對 然後 然後哪裡 西蝦呢 西蝦 現在有這個東西你還要西蝦嗎 這鼻臉還要大的啤 再加上三角菇 在我看來 已經算是不錯的收穫 但東話說 這些 只能算是差強人意 因為他們都不是職業獵人 無法天天來放置陷阱和收網 所以都會盡可能一次多放幾個陷阱 來提高目標魚的縱網機率 就說這一個喔 對... 哇塞 你們都放這麼長的喔 它便宜越大 便宜越高 它一般來說這麼長的 種魚最多最多能夠種幾隻 這不一定 是喔 對啊 你從後面拉起來有東西嗎 有 拉看看啊 這有啊 小隻的耶 三角菇 那一隻 這裡就把它放下 放下的耶 這隻鳥 這個小的拍一下 超小耶 放 哪邊有鳥 這邊 這裡也有鳥 這個鳥 這是Baby鳥吧 這還不算Baby鳥 這裡就是鳥鳥了 所以這個也要留喔 這個可以喔 其實這邊的生態滿好的耶 什麼都有耶 有鳥 有蝦 有魚 大概一斤出啦 我都不怕被它咬到耶 欸 恐怖 好啊 還有嗎 好 前面 前面還沒有 再抓到看 再看前面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邊沒有啦 這裡也沒有 我會往前縮 我會往前縮 等一下我看 等一下我看 好 那你說你家裡還有一個聖誓 在人家裡面有什麼感覺 那什麼東西 這是水中黃金 這很少嗎 滿激少的啦 台灣第一店 什麼東西 大東西耶 好大 這什麼 盧曼耶 盧曼 盧曼 這是大耶 這個算 也算小朋友啊 這算小朋友嗎 奇怪為什麼我覺得大 你們是小朋友啊 然後我覺得小朋友 你覺得很大 其實... 這有大嗎 這隻大概幕車大概四五斤啦 真的喔 這怎麼抓 你敢抓嗎 這我就不敢了 這個是需要嗎 這個要抓到還是散 超長的蜈蚣網陷景 收穫果然也是重量級 只是這野生盧曼 有水中流氓的稱號 即使受困在陷阱中 還是不斷扭動著強而有力的身軀 還是讓專業的來處理比較安全 這隻盧曼太誇張了啦 這實際是不是 有漂亮耶 這麼粗耶 這麼粗耶 野生盧曼耶 這鯽魚放掉喔 那是苦瓜 苦瓜把它放掉好了 等一下 我覺得 我們兩個在看的東西 真的不太一樣 你知道這隻苦瓜我會留 如果是我釣動的話 那只一隻而已 等一下 對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留 對 但是有一隻啦 對 那放掉好了 放掉好了 反正你現在已經有 有東西了 苦瓜 苦瓜 你們這裡的苦瓜不小喔 剛剛那位大概也有了十幾六公分 對 三角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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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還有什麼 其實我是覺得差不多 要差不多就好了啦 牠的我去想說 乾脆就全部放一放 就把它放掉 碰到我應該會瘋掉喔 好 我們現在要不要盪出來 不好出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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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